第十題,根據以下規律,由左至右數,第十四個是甚麼符號 這次都是找規律的問題,這次是圖形規律 首先我們要看看這個規律是甚麼 有些同學一見到就覺得很複雜 他又不是問我最後那個,他問我中間那個 跟我平時做的好像有點不同 怎樣做呢? 我們首先看看究竟哪裏開始有重複 即是哪裏開始為一個規律的重複位置 我們首先想一想,就這樣看,看不看得出來 如果看不出來,可以在心裏試讀一讀出來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圓形,正方形,三角形 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開始你已經感受到有一個規律在這裏了 就是由圓形開始,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然後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然後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然後我們想到就是 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那我們缺少了哪一個呢? 沒錯,其實我們這次缺少了就是這個正方形 我們再看看下一個是否真的適合這個規律 圓形,正方形,正方形,三角形 正方形,正方形,正方形 但是這個正方形